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ETV香港武林 我是郑敬佳师傅 我身后隔一位就是李记得师傅 李记得儿童舞座训组织的创办人 也是老一辈的运动员 欢迎李师傅和我们讲解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现在的武术的发展 究竟去到哪里呢 如何比赛呢 今天就多谢李师傅和我们讲解 那武术比赛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基本上 武术的机构不认为我们比赛 武术就是要攻防意念由古代 就是用来用的或者打 或者是一个智慧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武术比赛呢 那就是因为当国家那时候 改革开放的时候 国家在内面需要安定 是不能让一些人 比如打架啊 爭斗那样 那就是国家就要推广一些人 他将一件可能用来打架的东西 他改了做运动 那变成运动呢 就不会打架的 将武术原本的原意 就改了用来的比赛 或者观赏形式 那么难听开的人就说 好像看粗那样的 但问题就是 当他的优点和弱点 改变是好事来的 那李师傅 其实你有做过运动员 参与这么多的比赛 大家都知道 李师傅都有做一些赛事 给大家去参与的 那你作为一个专门单位 那怎样去拿捏这个比分呢 做到一个公平和公正呢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 譬如世界的赛舞衆比赛 或者亚伦比赛 那我们会很针对 动小小 或者很小节都要扣分 那问题呢 这些是比较专业运动员的 那专业运动员呢 就是 不许我来到香港还是 他们修人工去练功夫的 那你要求点高 他就做到的 那但是你要推广武术的呢 你这样要求呢 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要把所有人都黑白了 哇 我打了一本书 打了一本书 打了一本书 这样呢 就会在推广那里呢 是错的 那现在我们选择 除了提高国际水平之外呢 我都要推广 假设小朋友啊 在读书 甚至有儿园的 都是来功夫 或者上一年多 七八十岁来功夫 那我们呢 一个见识就是 奖励的形式 那他们肯出来打 然后很勇敢的了 那如果我们拿分 正式那套来反的呢 那他的失败感是太强的 那我们就会看人了 比如他小朋友的 他能够做到 我们基本要求 我们给他奖励他 那老人家 都是如此 都要推 现在问心说 香港比较繁荣 打架的机会不多 是不是这么说 没什么人打架 那问心说 就像上了某个部署 可以让他上任何运动 譬如劫激 或日本的同样 但他们的问题 他们太要求专业化 那推广呢 立即是肯定下来 那这个武术 不能再走他们的旧路 評分方面,一般的裁判是用什麼準則? 如果我坐在這裏,假設你移一移,我可以扣你0.2 你一個大室,假設你一個旋風屁叉,你自己打在地上,我可以扣你0.5分 或者你忘記了動作,我可以扣你1分 或者你斷氣鞋,我扣得你很厲害 一個高水溫度比賽,你扣得0.5分,你竟然不能打 但是如果拿回這套,以同推國來說,是背道而行的 我們就盡量跟這班人的年資水平來比 很簡單,這個是初級長篇的 我們要求他不是大失的,我們要給一個感覺分 什麼是感覺分呢?第一次,我要8分起分 很多人說,有沒有搞錯?你亞運會只有9分 你沒有拿到8分那麼多,但是兩回事 我的8分起,他打得有失誤的,我就扣他 問成就是,不會扣得太多 他要好一點的,我打8.2、8.3 他的要求就覺得高了 我的水平也挺高,他就很有興趣 人是很奇怪的,你一落手,聽說一句 就打一層了,你只有6分 他以後不想再犯這個運動 不然很好,再訓練也訓練 他都明白,你不是專門運動員 那這些是會令你更加有興趣的訓練 他就會覺得,再去練習的心態會強很多 因為專業和努力肯定是兩回事 不可以將你一概而論去比一個分 如果這樣算法,一定是 只會沒有人去應責武術 我們武術比賽就十分滿分 其實在分數裏面,我們有說六二二的 以我們所知就是之前08年奧運會 打新套路,其實那個計分方式 和以往有甚麼不同 基本上一般武術是由九分計起的 因為任何運動沒有十分 早期就由九分計 失誤就扣,好的就加些 漸漸,因為本來武術想推奧奧運會 奧運會的要求再仔細些 比如做十個難度 難度分就扣你十次,我加你十次 演繹分,甚麼是演繹分呢 就是大家打一個動作 那誰特別覺得好看 覺得裁判或是一種舒服的 演繹分 這樣就比較籠統一點 即不多不少根據裁判的直接感覺去給分 那麼其實任何打分的比賽 都會出現這個缺點 那為何漸漸武術在奧運會推廣不到呢 因為從打分是一個缺點 那麼體操不同 我一個空翻帶了下來的 就扣分到明顯 那武術好不好呢 是當時觀眾的殺人的感覺 或者裁判 那就比較籠統一點 如果中國武術再譬如 譬如施座推廣奧運會 他一定在這裡加強的要求 什麼是最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那就可以再進一層 那其實我看過08武術 大家看到的武術 都是很多的所謂的難度 那其實他們的計分 跟以往舊有的有沒有分別呢 有的 那近時呢 我們普通的比賽 都是給我看整體 這個打好不好呢 那有個單 譬如我本身是喜歡很快的 那這個打得快的呢 我會給一個高分去 那怎樣頭 我喜歡看那種柔和一點的 協調一點的 那我就會 這個快的 我就把那些分子推下去 那變成呢 就是為什麼 剛才說 為什麼還要針對什麼叫好 什麼叫錯呢 就是不要用個人意識 給一個分 那很壯彩色 第一次那個裁冠 我是喜歡這樣的 那些人就不公道 那怎麼會改變 來辦到那個北京 可以為我比賽 那種平均就是呢 我們叫規定動作 規定動作呢 就會有四個難度 那這些四個難度 你做得完不完美 難度完美的 你竟然有了五分 那再打你的套路演繹 那才再給我 另外五分 那加起來 那分力平衡了 就不像一個裁判 我喜歡慢的就慢好 我喜歡快的就快好 那這樣就好像 令到別人不服 那如果加了這個難度 我們叫規定動的要求呢 然後你如果動作沒有失的呢 你已經贏了一半 那但是演繹那時候呢 演繹那裡呢 就可以很明顯 大家增壓沒有那麼大 那問三個 如果你做了一個難度 你慢慢做一個 船風體七百二的 你慢慢打呢 觀眾覺得不興奮 但是你的速度力量上去呢 都會覺得壓這個運動人 是高水平 然後定了眼光 是怎樣去看的 比如運動員 如果打比賽的時候 就要留些什麼呢 特別是在規格上面 那一般運動員呢 都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打自己那一套 那如果我們計算比賽 比賽就是比賽 是有要求的 我試過一次在 那些世界賽 有一個日本運動員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他的朋友啊 那些隊員呢 很鼓勵 拍手掌 他就打越興奮 但是打完之後呢 他收了息 沒有錯的 但他犯了一個錯誤 國家規定呢 你要並步 他忘記了並步 只是敬禮 那這個是敬禮並步 那這個是要求 那敬禮真的很開心 以為已經贏了 那些裁判呢 就會針對他沒有並步 那要扣他分 那在那方面覺得很不值 但是如果 一個高速能力比賽 就是 你是去做別人的要求 就不是打自己的要求 就是說 你看 別人要打過兩套空翻 那你做不到 那你沒有資格參加比賽 那這個就是業餘和專業的比賽 業餘就是 我打得很好 別人就覺得很好 專業就是要守別人的規矩 所以 要分開兩條腿行路 就是不同的訓練方式 就是有不同的要求 就是要公道一點 那今天多謝李師傅 話題講解 好了 那下集呢 有我們黃雨凡師傅 為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敬請留意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